学习太拳首先先明理 明白了太拳的核心应该从哪儿入手学习 就等于掌握了方法,掌握了捷径 生活无处不太极,享受太极,享受生活 我是太极飞飞 咱们今天就讲一讲太拳的核心应该从哪儿入手学习 练习太拳拳呢,首先从装功开始入手学习 我在这里呢,教你一式破解太拳拳奥妙的一把万能钥匙的装功 这是装功呢,简单一学,都可以学会适合所有的人 这是装功呢,包含了太拳拳的一大核心 五大矛盾 下面呢,我就具体讲解一下,这是装功 具体怎么练习 我们首先要进入一个无机的状态 让精神放松下来 肢体不要用力 向左开立步,与肩同宽 两手环环,从身体的中线向上捧起 这时呢,要松腰落胯 为礼前送 命门的后撑 提顶吊当 尘尖坠走 两手呢,环环从身体的中线往下按 好像去按下去一个东西一样 这时呢,精神要领起 手上升,身体下降 手下降呢,身体上升 这是合 这是开 这是松 这是紧 这是羊 这是阴 这是呢,不但养生效果好 长功力也是非常快的 如果你找不到松城的感觉 不妨就从这一式开始练习 如果你练泰拳 练了多年,没有气感 不妨也从这一式里开始练习 不要小看这一式 它包含了泰拳的一大核心 开合 五大矛盾 上下的矛盾 松紧 呼吸 捧按 续筋 发筋 把这一式练好了 等于你就跨入了泰语拳的之门 好了,今天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欢迎朋友们评许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泰语拳 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 给朋友们评论